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要新闻来跟大家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动态 首先美国国会众议院最近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的特权 这项法案的通过反映了对香港自治和自由的关注 两党议员一致认为香港的自由已经受到中国政府的威胁 接下来这项法案将送交参议院进行审议 未来的发展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接着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发出警告 强调必须避免危险行动 这次通话是为了保持两国军方的高层沟通减少误判的风险 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升高 这样的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我们还看到在伦敦举行的彭定康生日庆祝会 吸引了200多位一英港人参加 他在会上呼吁英国对一英港人要慷慨相待 并批评中共对香港的打压 彭定康的言论再次引发了对香港人全问题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中院通过法案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特权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撤销香港驻美经济贸易办公室享有的特权与豁免 两党议员表示香港的自治和自由已遭到中国共产党全面破坏 华盛顿必须调整政策 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渗入美国体系 法案在通过众议院后 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候审议和表决 众议院星期二9月10日以413赞成 三票反对的压倒性表决结果 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出认证法 Hong Kong Economic Trade Office Certification Act 法案由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克里斯 史密斯 Chris Smith和马萨诸塞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吉姆 麦戈文 Jim McGovern 严媚提出 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的提案人 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 卢比奥 Marco Rubio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 莫克里 Jeff Merkley 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天内 认证包括华盛顿 纽约和旧金山的 三个香港经贸办是否对延长目前享有的特权 例外与豁免 如果美国政府认证这三个香港经贸办 不应再继续享有这些外交待遇 香港经贸办将在180天内停止运作 反之 若美国政府认为 香港经贸办继续享有这些外交权利 香港经贸办将得以延长一年的运作 或直到下一次进行评估的时间 这是继香港政府2020年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 进一步扩大中央政府和香港当局 权力压制反对者声音后 美国国会首次针对香港采取立法措施 同时身为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主席的史密斯议员 在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表示 这项香港经贸办事出认证法 是下一个必要步骤 以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受迫害的香港人的声援 这项法案 接下来将送交参议院等待审议和表决 由于参众两院的法案版本内容有些微差异 两院必须经过协调 或参议院直接以众议院版本进行表决 此前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进行表决时 获得了跨党派的高度支持 在星期一的院会表决前 两党议员也纷纷发言 呼吁通过这项法案 在中共对香港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三年之后 我们必须面对这一新的现实 我们所有人所熟悉 热爱和尊重的香港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提出法案的史密斯议员 星期一在院会发言说 这个曾经是自由堡垒的城市 如今被中共的傀儡们统治着 他们变得和他们在北京的主子一样 打压人民 这些办事处 是北京在美国的宣传机构 瓦解香港的自由 掩盖事实真相 史密斯说 2020年 香港实施第一部国家安全法以来 许多香港政府的反对人士 面临了被监禁 或流亡海外的命运 除了打击意见之外 根据2020年的香港国安法内容 香港政府对立法会成员参选资格 设下了严格限制 使得新一届香港立法会 没有任何反对派 或民主派人士进入 今年3月通过的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简称23条立法 则是对2020年版本的补充内容 该草例也是在立法会 一致支持的情况下 快速通过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首席民主党议员 来自纽约州的联邦众议员 格雷格里 米克斯 Gregory Mix 星期一表决前 也呼吁两党议员 支持这项法案 当中国共产党 收紧了对香港政治和治理体系时 我们为什么还对待香港 有别于中国呢 米克斯议员说 香港不再是法治的堡垒 不再是政治自由的地方 不再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地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麦克彭皮奥 和国务卿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都已证明 由于中国共产党 控制着香港的立法 司法系统和警察部队 香港不再被视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独立实体 我们必须调整 对香港经济和贸易办事处的待遇 以适应当前的悲惨现实 来自肯塔基州的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安迪 星期一在院会上说 他接着强调 我们不能让中共 使用香港之前的合法性 来持续渗入我们的体系中 目前 香港政府在全球 设有14个海外经贸办 其中三的在美国 分别位于华盛顿 纽约和旧金山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 为立即回复美国之音 有关该法案 在国会审议进度的置评请求 位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 会执行总监郭凤一对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 获得众议院通过后表示 这项法案 或是自香港政府 2020年颁布国家安全法以来 第一项有关香港的重大法案 众议院跨党派的支持 标志了该立法迈出重要一步 该法案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在香港公然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 是急需的回应 该法案还将限制香港特区政府 在美国领土上 进行外国影响 和跨国镇压的企图 郭凤一在一份提供给美国之音的声明中说 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 美国印太司令警告北京 不要在南中国海 采取危险行动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缪尔 帕帕罗 Samuel Peppereau 周二 9月10日 向中国军方发出警告 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险行动 帕帕罗海军上将 是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司令员吴亚南上将视频通话中 发出这个警告的 华盛顿和北京 在贸易 台湾海峡 和充满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等 诸多问题上 分歧严重 甚至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帕帕罗和吴亚南的这次通话 是两国军方达成的 保持两军高层沟通 避免误判 导致军事冲突努力的一部分 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一份声明说 帕帕罗 强调了保持美军和解放军之间 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他说 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此类讨论 有助于澄清意图 并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 帕帕罗还提到了 最近发生的 中方对美国盟友所采取的 不安全的互动 要求中国军队有义务遵守国家法 和国际准则 他敦促解放军 重新考虑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 采用危险 胁迫和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战术 美国驻华大使 尼古拉斯 伯恩斯 Nicholas Burns 在接受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杂志的在线访问时表示 我确实担心我们的军队间 发生意外冲突 事故 意外碰撞 吴亚南领导的南部战区司令部 负责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区域的活动 最近几个月 中国的海警船和海军舰船 在这个地区与菲律宾舰船 发生了一系列 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对抗事件 中国声称 它拥有对几乎全部南中国海海域的主权 但是 海牙国际常设中裁法庭 在2016年做出裁决 认为中国主权立场 没有国际法依据 菲律宾本月发布的视频显示 一艘中国海警船 在与菲律宾船之对峙中 冲撞了一艘菲律宾船 北京称 中国海警船是在捍卫自己 在这一海域的权益 中国国防部发出的新闻稿称 双方就各自的观点进行了 深入的交换 帕帕罗和吴亚南还就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是2022年 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的南希 佩罗西 Nancy Pelosi 访问台湾 触发中国军方 切断两军沟通以来 首次举行这样的军方高级将领之间的会晤 上个月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捷克 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访问了北京 沙利文在这次访问中 会见了中共政治局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此外 还特意与主持日常事务的 中国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举行了会谈 白宫表示 沙利文与张又霞的会面表明 双方已经同意在不久的将来 举行双方战区级别的军事指挥官之间的通话 白宫还表示 美国总统的这位高级顾问 还向中方提出了南中国海航星自由问题 和台湾海峡保持稳定问题的重要性 张又霞表示 台湾的地位是 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他要求美方 停止与台湾的军事勾连 停止向台湾提供武器 停止散布涉台不实言论 日本知名媒体 日本放送协会 NHK 说 沙利文访华的一个主要任务 是为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近期举行峰会做准备 双方的高级将领 就是在这个时候 重申 双方有意 继续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 值得关注 200多港人出席彭定康生日会 前港都指 英国要对英港人尽量慷慨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英国伦敦 200多名英港人 出席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 Chris Patton的生日庆祝会 彭定康批评中共毁灭 令香港特别的因素 又指英国要对英港人尽量慷慨 生日庆祝会 在伦敦华铁卢Walterloo的圣约翰教堂 St Jones Church举行 不少英港人到场 见到彭定康 就开始排队 请他签书 又向他送上生日礼物 虽然80岁的彭定康的生日 其实是今年5月 但主办的英国人权组织 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只由于之前有大选 于是研制这个星期一举行 香港监察指出 这个活动是由移民英国的香港前 立法会议员李永达提议举办的 李永达在活动上致辞 为彭定康贺受 他说 其他殖民地时代的高官 也有人住在英国 但只有彭定康 受到香港人的爱戴 彭定康是现任 英国议会上议院议员 他在讲话时表示 他以前的一名发言人 澳洲人麦其联 Kerry Margolin 在他生日后 打电话给他 庆祝他获得OB OB在英国原本的意思是指 大英帝国官左勋章 Officer of British Empire Medal 彭定康笑言 他当时心想 自己应该获得更高的荣誉 但对方说 OBA在澳洲的意思是 Over bloody 80 一指 你终于到他妈的80岁了 彭定康指 中共难接受香港成就 谈到香港时 彭定康说 他曾在世界不同地方任职 但他最小的女儿 彭雅斯 Alice Patton 在香港完成中学教育 是他的女儿中 受到最好教育的一个 他说 他在香港度过了 很好的时光 香港是世上 最好的城市之一 而他的困难工作 包括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因此 他没有一天感到沉闷 他指 香港没有天然资源 只有不屈不挠的华人 而中共坚定的毁灭 使香港具有特别的意义 他说 他们感到害怕 因为他们看到香港的成就 他们担心 如何继续维护一个极权国家 他说 他相信言论自由 但仍有多名香港传媒人 因为说出真相 而被关在监狱里 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 黎智英 而香港向他显示了 他相信的价值 是一个最好的社会 应该有的样子 呼吁英国对英港人 尽量慷慨 彭定康指 中国是一个威胁 英国必须保护自己的制度 而在需要与中国合作的范围 也要小心中国的行为 因为中国从来不守信用 包括中英联合声明 他最后指出 让香港人移民英国的 BNO 签证是正确的政策 英国应该要尽可能慷慨 他说 见过不少英港人 深信港人将会对英国 有重大贡献 因为他们需要放弃在香港的家人 朋友 工作和房屋而感慨 他说 我问他们 为什么你做出这种牺牲 不止一次 他们都坚定地说 因为我们想子女 在自由下成长 只要人们继续有这种想法 他们就会继续受到激励 因为这是一个三流警察 指香港特首李家超 无法应付的 近日 彭定康参与联署 呼吁英国政府 让以BNO 签证移民当地的人 可以用本地升学费 入读英国大学 这会比起国际升学费 便宜一半以上 参加活动的政治学者 黄伟国表示 和其他港都级特首相比较 不难理解 港人对彭定康的爱戴 他说 我非常相信 彭定康是唯一一个 真的站在香港人立场 站在香港人这一边 去捍卫香港人利益的 一个政治领袖 我相信 他虽然只是短短 做了五年港督 我想他带给香港人 不一定是一些实际 可以留到2024年 香港人仍然可以有的东西 但他的立场 他作为香港政治领袖定下的基准 97年后 没有一个特首是及得上 特朗普 哈里斯首场辩论 将重塑美国大选选情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 卡玛拉 Harris 星期二 9月10日 晚将在美国大选的重要摇摆州 宾州的历史名城费城 举行两人之间首场 并可能是唯一的一场辩论 两位候选人 在距离11月5日大选投票日不到两个月之时 进行的面对面短兵相接 极有可能重塑最后冲刺阶段的竞选活动和选情 由于民调显示 两人的民意支持度 在关键的七大摇摆州 十分接近 选情极为紧绷 特朗普和哈里斯 在辩论中的表现 可能对两人或对其中一人的选情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次辩论几天之后 美国部分州的大选通讯投票就要开始 两位候选人 在辩论中的表现好坏 将直接影响选民的投票和支持意愿 这次总统候选人辩论 将由美国广播公司ABC主办 并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二晚间9点正式开始 路透社表示 星期二晚的辩论对哈里斯特别重要 因为民调显示 超过四分之一 很可能会去投票的选民 表示对他不甚了解 而曾经入主过白宫的特朗普 则早已是美国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 卡玛拉 哈里斯 此次在辩论中 有可能大赢 也可能大输 前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顾问 米歇尔 麦克基尼 Maitre Makhini 向路透社表示 而究其缘由 也是因为很多选民对他不够了解 路透社还说 这场向全美直播的辩论 也为作为口齿伶俐的 前周总检察长的哈里斯 提供一个机会 让他可以利用特朗普的重罪定罪 公开力挺2021年1月6日 袭击美国国会的特朗普支持者 以及经常信口开河的习惯 对他进行严肃问责 和大家踏法 此次辩论 也是特朗普与哈里斯两人 首次相会和短兵相接 而在此之前 特朗普及其盟友 对哈里斯 进行了长达几个星期的人身攻击 路透社引述 范德比尔特 Vanderbilt大学教授 兼总统政治议题专家 约翰 吉尔 张吉尔 的话说 如果特朗普在辩论现场 再次口无遮拦 他可能会得罪一些 尚未决定支持谁的中间选民 而特朗普的幕僚 和共和党盟友 则建议他在星期二晚的辩论中 聚焦于美国的非法移民 和通货膨胀问题 因为这些都是选民 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 他们认为 特朗普应该将哈里斯 描述成一位极左 和自由化过渡的人物 根本不适合成为美国的领导人 路透社说 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 并不一定会影响选情 但是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 或胜负 有时会影响选战的气势和活力 乔·拜登 周·拜登 总统今年六月 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 表现差强人意 造成的伤害如此之大 最后迫使 他不得不在各方的压力下 宣布放弃竞选连任 从而为副总统哈里斯 竞选总统大位 亮起了绿灯 由于美国今年大选 可能再次由关键摇摆州 几千或几万选票 决定最后的胜负 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的表现 只要稍微影响 或改变一点点民意 都有可能改写大选的结果 根据纽约时报 对相关民调的统计和分析 美国今年的大选胜负 最终可能由七个摇摆州的 投票结果决定 而特朗普与哈里斯两人 目前在这七个州的民意支持度 实际上都处于胶着状态 根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 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 新闻台和马利斯特 Marist所做的最新民调 十位受访的美国人中 就有七人表示 会观看星期二晚的总统大选辩论 而且十人中还有三人表示 特朗普和哈里斯 在辩论中的表现 将有助于他们决定 在大选时把选票投给谁 2024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 将在美东时间9月10日 星期二晚上9点举行 这将是特朗普与哈里斯的 首次面对面交锋 两位候选人 在关键议题上有何立场 辩论会否改变 眼下势均力敌的竞选格局 美国之音将同步转播这场辩论 并配有同声传译 连线多地记者 为您提供全方位资讯 资深观察人士 带来及时点评 欢迎在美东时间 9月10日晚上8点30分 收看美国之音特别节目 当选总统在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民主党人拜登 现在被称作当选总统 这是一个描述性称呼 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 因此 拜登现在没有政府权利 他要在2021年1月20日中午10分就职之后 才有权利 美国新闻机构 追踪报道选票点算 在11月7日 判定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得票优势地位 不可超越 因此 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票 从而可以成为总统 在判定他的得票优势地位几分钟之后 各主要媒体预测 他为总统选举获胜者 这就是为什么 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诸多新闻机构 称拜登为总统选举的 预测的获胜者 有时候 在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的选举中 新闻机构做出这种预测 对方的候选人不承认败选 特朗普总统就是这样 他指责有选举欺诈 并表示要继续挑战选举结果 他的立场 使美国国会议员处于分裂状态 共和党人支持 对他们所称的选举欺诈问题 进行法律调查 但同时又庆祝他们的候选人 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 争议何时解决 美国选举结果 将在几个星期之后 才会正式确认 与此同时 法庭挑战和某些州选票 重新点算可能发生 截至目前 特朗普行政当局 还没有提供 足以推翻选举结果的选举欺诈证据 但现在还有时间 提出更多的法律挑战 一旦各州认证了投票结果 宣誓将按选民议院 投票的选举人 12月中旬 将在选举人团投票 国会将在1月上旬 也就是在总统就职日前 大约两个星期 认证选举人团的投票结果 俄罗斯人口危机恶化 6月出生人数不足10万 创25年来最低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周一 9月9日公布报告说 2024年6月 俄罗斯的新生婴儿数量 10万 这是俄罗斯首次出现月度下降 也是25年来的最低水平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6月份 俄罗斯新生儿数量下降6% 实际数字只有98,600人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24年上半年 俄罗斯新生儿出生人数为59.96万人 比2023年同期减少1.6万人 为199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路透社说 俄罗斯的出生人口减少 和死亡人口增加同时发生 导致俄罗斯人口加速减少 这给陷入俄乌战争持久化的 克里姆林宫 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挑战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 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目前还没有任何会很快结束的迹象 财富杂志周二的报道说 俄罗斯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这可能会改变其社会结构 克里姆林宫在今年7月曾经表示 俄罗斯的低出生率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 俄罗斯当前人口约1.46亿 由于出生率持续下降和死亡率上升 人口自然减少的趋势加剧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报告说 1月至6月死亡人数为32.51万人 比去年同期增加4.9万人 数据显示 1月至6月俄罗斯移民人口增长20.1% 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口下降的影响 俄罗斯议会下院 杜马保护家庭委员会主席 妮娜·奥斯塔尼娜 丁娜·阿斯特纳娜 对媒体表示 国家需要采取特别人口行动来 提高出生率 路透社引用奥斯塔尼娜的话说 我们必须组织起来 开展另一个特别行动 就像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一次特别的人口行动 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2月 下令俄罗斯军队实施 特别军事行动 全面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和美国与欧洲等世界 许多国家都认为的这个 特别军事行动是 一场针对一个主权国家 采取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全世界只有中国 印度 朝鲜 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 拒绝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 而接受莫斯科的 特别军事行动的 提法 财富杂志说 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提供税收减免 和扩大低收入家庭的托尔服务 来推动出生率的提升 但俄乌战争的爆发 引起了很大的变化 战争导致死亡率的飙升 加剧了人口危机 另外 战争还引发大规模的逃亡 其中很多都是年轻人 这次的人口危机 应该是俄罗斯在二战以来 遭遇的第二次 二战期间 苏联军民死亡人数巨大 有人根据苏联公布的 1941年至1946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推算得出 二战期间 苏联实际死亡人数 在2600万至2700百万之间 战后 苏联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 财富杂志说 普京多次呼吁增加俄罗斯人口 四年前 他表示应对人口危机 是俄罗斯的历史责任 他在2024年 多次重复了类似的讲话 美国乔治敦大学政府 和国际事务专家 哈雷·巴尔泽 哈利·贝尔尔 上周发表文章说 除非俄罗斯领导人 能够制定并资助更有效的政策 否则人口下降的唯一解决方案 将是兼并非俄罗斯领土核 或从亚洲和非洲引进移民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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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